這個比翔的猜 我沒有猜耶 抽象表達或者是跟你聊抽象的東西的人 我覺得他很有趣 洪軒也是這類型 如果男女不居的話 全明星圖善存不希望拿MVP 如果男女不居 黃洪軒是他的猜 其實當下聽到是 藍隊需要補人的時候 心裡是沒有掙扎的 因為洪軒是我的好朋友 你常常幻想說 如果我也跟他同一隊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其實 能夠幫到他 能夠讓整個團隊變得更好 結果突然間這個棋圖就出現了 不是 我出現的時候他是驚訝的 有有有有不能講 他那個當下的反應是很真實的 27歲的圖身 曾先前替補受傷的吳許揚 加入全明星四藍隊業員 跟好友黃洪軒成為戰友 覺得可惜 然後我很心疼大家的項目 一定是籃球 三純 現在洪軒 外線出手 其實不管是什麼比賽 我都希望洪軒他是抱持著一個 就是很有自信 很自由自在的揮灑這種態度 第一場台被罵的時候 我知道他扛下太多責任 其實我們平常打球的時候 就是我潛入 然後幫他找到好的空檔 然後讓他去做一個舒服的進攻 但是因為全明星運動會的籃球 是FIFA規則的 跟我平常就是一直以來的訓練 三對三 五對五 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我打到真的是 有氣無力 我光是做防守 我都快要沒力了 所以其實我在進攻端 就沒有辦法像訓練一樣 給他們那麼好的幫助 我覺得有點像可能第一場吧 淪落到 可能前傑叫他不要投 但他必須得投 因為其實某種程度上 是我希望他這麼做的 因為我很了解他的個性 你跟他講太多的規則 跟他講太多的觀念 他在場上反而容易當機 但是其實如果你讓他 照他的天分去發揮 我能夠在旁邊去 把他一些 可能沒有注意到的地方補足的話 我覺得這是 我們兩個能夠一加一大於二的方式 但是那一天反而變成是 我已經沒有力氣做切入 然後大部分是由他切入 他比較厲害的其實是外線 但他當下已經投到就是 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 我沒有幫他找到自信 然後最心疼他的原因 阿信那一天的手感是真的非常好 他那天的準度 甚至連職業球員在比賽的時候 都不一定能夠維持這麼高水準 高命中率的表現 那天有挫折嗎 我那天完全沒有挫折 其實我在打球的時候 都是蠻享受的 那天大家也都是已經很盡力防守了 因為輝煌其實 他腳有傷 所以他訓練的時候也不能太高強度 但那天輝煌他 拼了命就像櫻木花刀一樣 把所有籃板都拿下來 但沒有辦法 阿信畢竟是家族球員 是有那一件事情嗎 喔 只能說撞到頭 紅色 喔沒有啦 就是當下暈一下而已 但是我跟阿信算是 就是我們理下往來 互相交換 鼻子換頭 但我那天撞到阿信 我真的超級抱歉 我覺得是那一天 那場球賽整個都很好看 就是那一下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 很對不起 我還不斷地跟傑哥道歉 我們曾經都是專業的選手 我們最不希望看到 就是隊友或者是對手受傷 你覺得比較吃力的想法嗎 離開室內運動場的 我都不站場 什麼田徑 跨籃 鐵餅 錶槍 就是我一定都不站場 球類以外的我 都很欺利啊 大家會說郭底換狀況嗎 我沒有太在意那個牌頭 第一個是我自己 不是狀元 以全明星運動會 這個節目來說 其實沒有人是郭底啦 因為其實錄到現在 你看拿MVP的人 不一定是原本是狀元的人 那大家都可以經過 不斷的訓練 去把他某個專長 發回到極致 所以我覺得大家 都是有變成狀元的能力了 那接下來有沒有想說 戰隊的經驗 平常都會做自己的禮物 我其實沒有想過要拿MVP 我甚至不太希望拿MVP 比如說像 郭底換狀元的這樣的東西 我希望大家努力被看見 我不希望因為就是 大家覺得 好像藍隊是補一個人之後 他們才贏的 其實不是這樣 我能夠給他們的 其實很有限 都是他們自己 本來的訓練內容 所以他們才獲得 這樣子的成果 對 藍隊的想像 經營的情節 然後你們也會有辦法 我覺得跟我原本想像的差不多 藍隊大部分那種 相處的氛圍 互相嘲笑的氛圍 應該是洪軒帶齊的 所以等於是說 洪軒把跟我的日常 帶進藍隊裡 所以我算是 非常的適應 但我很意外是 原來藍隊大多數人都是外藍人 像子晴很喜歡 很喜歡玩一些諧音梗 然後佳佑 其實跟洪軒走的路數有點像 對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他 不管是以撞云的身分 還是在藍隊領袖的頭銜 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他的宿命 你有越多的進攻機會 你有越多的球權 當然就越多的盡頭 所以你的失誤率可能就會越高 所以我覺得這你也不能 不能去太責怪他 因為他畢竟不是一個 經歷一個有系統訓練出來的 所以他在場上的判斷 其實都是他的本能 一個只靠本能 就能夠這樣表現的人 我覺得已經是 練習奇才 可能是十年難得一見吧 對啊 我根本是不相信的 但是進來之後相信了 拍戲總會有休假 我們會找洪軒幾個朋友 一起去錄影 然後洪軒就會每次都說會來 結果當天他就說 我今天訓練到很晚不能來 然後我們贏在山上了 我們就想說 我們在胡扯啊 我想來就說嘛 為什麼要說 那訓練太晚不能來 到底多忙 到底多累 結果現在加入了 我們那個群組 我們兩個都不會出現 對一個 你以演員當作目標的人來說 你會希望就是 你作品是不斷能夠 一直去挑戰的 那我覺得那個壓力 其實是來自於就是 你不知道你演員的未來 是不是適合你 是不是應該繼續做 我沒有想要轉行 只是你會怕遇到家人 就是身邊的朋友問你說 這個情況你該怎麼辦 但是我覺得 因為你常常在想一些 不是那麼正面的情況下 你身體一定會比較不好 我的腿會 就出了一點狀況 在你睡覺的時候他會抽洞 所以你又睡不著 或是你坐著的時候他會抽洞 但我就看醫生 醫生也沒有一個非常大 就是非常指標性的病因 他只說就是你壓力太大 他有點類似 病因腿症候群 大概只有兩個月而已 度過那段期間之後 他就自然 自然就沒有了 如果說一喜歡的演員來說 我會比較想要成為像是 黑傑克曼那樣子 不管是電影 電視 音樂 音樂類型的劇 或者是音樂劇 如果你都嘗試過了 就這個人社會才是有趣的 現在還是一樣 對 我對外型沒有特別的喜好 但我會比較喜歡 如果他的文字能力 或者是他畫畫 音樂那方面 就是我會特別被這類藝術類的吸引 我會很喜歡跟他相處 不管是抽象表達 或者是跟你聊抽象的東西的人 我也覺得他很有趣 全明星有這樣做 全明星 有 陳瑜就算 就還滿 就還滿是這類型 對 鴻軒也是這類型 如果 如果男女不居的話 如果男女不居的話 就算是可以 我還是會不怕 你還會沒有 那我會不會給你 真的 你也會不會給你 感谢观看